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明顯好一點點 不過台灣北部 中部以北雲量還是有點多 銀風面還是吹著北風 有一點短暫性的雨勢 不過大致上這兩天請大家珍惜一下 因為事實上各位可以看 從衛星雲圖來看 這邊中國南方 這邊還是有大片的雲氣 還是會陸續的東移 現在是有個短暫的空檔 冷空氣最冷的時候已經過去 大概慢慢在回溫當中 但是回溫沒有很快 明後天會稍微感覺多一點 未來大概有個空檔 所以台灣的溫度 北台灣大概低溫就13 14度 預計禮拜四晚上 另外一波冷空氣 又會再接近台灣北部 東移 所以這個時候中部以北 水氣就變得比較多 也容易有一些短暫的雨勢 不過這次後面 並沒有冷空氣開始南下 這稍微好一點點 短期間到下禮拜 其實還是有南方的空氣 跟北方的空氣在長江流域這邊對峙 這個春天的封面 發展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速了 那大致上到了下禮拜 還是有冷空氣又再下來 這個時候要稍微注意一下了 加上中國南方這邊 不斷的有一些擾動 持續的發展 這個對我們對流雲氣來說的話 相對的未來這件事 會變得比較不穩定 請大家多留意了 那未來呢 其實還是要留意這個北方的冷空氣 其實現在北方冷空氣 它的範圍 強中範圍跟過去來說的話 有明顯縮小的一個趨勢 台灣這邊呢 還是相對的比較溫暖 北台灣跟南台灣 溫度差距是有一些些 但是大致上開始慢慢的回溫當中了 所以未來這幾天 其實你看這個東北亞 這邊還是偏冷的 不管是Hokkaido 就是北海道或是東京 這邊還是滿冷的 其他地方也是慢慢慢慢開始在回溫當中 高緯度還是很冷的 請大家多留意 所以大致上未來呢 短期間也看不到說 會跌到說很冷的地步 大致上是慢慢在回溫的情勢 那未來這幾天 台灣還是屬於東北風 這種短暫暫雨的天氣 所以禮拜三來說的話 各位可以看東半部 還是雲量比較多 北部雲量比較多 只有迎風面山區 有些零星的局部短暫暫雨 那禮拜四晚上開始 各位可以看 又有一些雲氣 從北方這邊移入 又有一點北風 那甚至在西半部 也有一點雲氣會接近 所以禮拜四晚上到禮拜五 會比較不穩定 那禮拜六呢 就慢慢慢慢開始在轉變當中 算是屬於天氣還不錯 慢慢開始回溫 請大家好好珍惜 甚至有點偏東風或偏南風 不過這個時候 在這個西半部空氣品質 就要稍微留意了 所以我們看一下雨勢 大致上呢 禮拜三應該就有東半部雲量比較多 禮拜四晚上開始 東北部雲風面就容易有雨 禮拜五各位各位看 就是容易北部有一些雨勢 禮拜六慢慢就開始緩和當中 所以未來這幾天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各位可以看 空氣品質在昨天晚上 一下子就掉下來變得很差 近外污染污現在稍微好了一點 中南部還是比較差 要稍微留意一下 大致上其實各地的天氣 慢慢在回溫當中 但明天白天的時候 回溫會更明顯 北部13到15度 還是涼涼涼涼涼 但是沒有像那麼的冷的 南部來說的話可以到23至4度 所以南北的差別真的還滿大的 東半部還是一樣 容易有些局部短暫性陣雲的天氣 我們最後給大家一點建議 東北風的天氣 冷空氣慢慢在減弱當中 但是不是那麼快 北東迎風面還是一些偶正雨 週三白天逐漸開始 就稍微回溫的明顯 會明顯一點點 週四晚上 另外一波雲氣接近 預期影響到週五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特別是中部以北的區域